为了推广东山红茶 东山乡公所每年夏天举办全国红茶禁忌 让各路制茶好手互相较劲 今年本来该在7月份热闹登场 但疫情持续三级警戒中 乡公所只能宣布取消 我们东山乡公所在每一年的7月份 都会来举办全国性的红茶技艺竞赛 那这次因为武汉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整个红茶技艺竞赛的相关活动 比如说像红茶的调查的比赛 还有我们的全国招揽全国制茶好手 来这里来做竞技比赛这部分 因为现在全国都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第六届的今年就来停办 而现在也是东山红茶上市的季节 防疫期间宅在家 就用云端喝杯下午茶 公所特地制作红茶地图 同合所有的茶园 消费者可以轻松了解联络资讯 电话预定选购 那当然虽然红茶技术 激进赛的一个停办 但是我们整个东山乡的红茶剂 也是继续正常地来运作 所以我们的红茶在正式上市之际 忙碌的资讯来和我们的地狼来做高龄 所以我们也希望 很快来通过 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 可以来当山喝好茶 东山乡种茶面积占了全县的五成 尤其中山村更是有名的制茶村 产出的东山红茶具有独特花果香 今年推广活动虽然都取消 还是可以拿起电话向茶农 订包好茶 也是支持农民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财访报道